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国 西班牙 希腊等国 造成特大暴雨等灾害影响 过去几天 风暴已在北非国家 引发了洪水泛滥 随着气旋的北上 在地中海上逐渐形成了强风 风暴炎等更多热带气旋特征 与地中海飓风的气象模型越发一致 当地时间 29日 这场地中海飓风 向希腊克里特岛和该国南部缓慢移动 随后向土耳其息不加速 希腊与土耳其部分地区预计将受到强烈冲击 届时 地中海飓风或将引发大风 高浪 暴雨和洪水 报道趁 在克里特岛和希腊南部的其他岛屿上 预计将有100至150毫米降雨 有可能引发洪水灾害 在土耳其伊兹密尔和希腊卡拉玛塔附近则可能造成50至60毫米降水 但值得庆幸的是 这一地中海飓风 并不会在东南欧地区徘徊很久 因而也料将不会造成长时间的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驻希腊使馆 28日发布提醒衬 受地中海热带气旋影响 近期希腊爱奥尼亚海南部海域有罕见地中海飓风 经过 希腊大陆南部及爱新海南部岛屿 出现大风和强降雨 目前多数渡轮航班已取消 预计未来几天 希腊风雨交加的情况将依然持续 中国驻希腊使馆提 请近期来希腊旅游的中国公民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航班 渡轮班次情况 合理安排行程 慎重前往可能会受影响的岛屿 如与立县请及时报警求助 希腊报警电话100 医疗急救电话166 驻希腊使馆领事保护电话0030-697-3730-680 中国外交部全球明报服务应急呼叫中心 24小时热线86101-2308-8610-59913-991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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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